中共的银监会还有央行最近分别释放出消息 要加快推动银行破产条例还有存款保险制度 对此专家指出 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有银行系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北京不得不采取西方的做法 但是在现行的制度之下 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导致民营银行倒闭的同时 把老百姓最后一点钱都骗尽了大型的国有银行 据中国证券报12月9号报道 中共银监会副主席严庆民在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上表示 中国非信贷业务的综合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银监会正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 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就会退出 另外由搜狐网主办的年会论坛12月8号在北京举行 央行副行长刘诗渝在论坛上表示 目前具备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 业界呼吁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有望于明年推出 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的风险正在增大 第二银行业的拓产的风险也在增大 第三个就是中国经济啊 特别是老百姓害怕自己的钱啊 拿给了银行以后有去无回 这种三个风险决定了 北京方面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和对立 现在有些政策出落都是被大型企业 大型银行绑架 大陆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搜狐年会论坛上表示 过去十年中政府用闲不住的手干扰市场而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波动 和许多领域中的倒退包括产能结构的调整 不但没有优化反而恶化 中国经济学家毛于世表示 政治上如果没有大的改变 经济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国家的进步往往被忽略了 据了解 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首先是在央行下属的金融稳定局内 设一个存款保险基金 并由基金来管理 性质类似社保基金 等到未来条件成熟时 再设立完全独立的存款保险公司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认为 对于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民营中小银行而言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是雪上加霜 一方面由于中小银行风险系数 比国有大银行更高 中小银行可能会缴纳 相对于国有大银行更高比例的保费 另外由于破产风险的存在 储户可能会将存款 从中小银行搬到国有大行 这样一来 中小银行为了吸纳存款 可能会被迫提高存款利息 进而缩小存贷息差 增加经营成本 中国经营网分析认为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 是部分中小银行破产的前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巡视员方星海 在大陆财经网的年会上预计 也许明年某个时候 一两家中小型银行 发生计题倒闭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在现行的体制下 中国的所谓金融改革 到底是为了谁呢 天量的货币投放 与银行业持续前荒 这种互相背离的现象 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 特有的怪异现象 10月底 中共总理李克强表示 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已经是GDP的两倍 再多发票子 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以致破坏市场 甚至造成人心惶惶 据中共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达到5636亿元 较年初增长707亿元 不良贷款率达到0.97% 较二季度末上涨0.01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 以连续七个季度 呈上升趋势 大陆金融投资顾问 郑志尧指出 银行的坏账 很大部分被银行间的 隔夜拆借掩盖了起来 谢谢大家